在東京鐵塔第一次眺望美景 在坐火車到傳說中的襄南海岸 國人愛到日本自助旅行 為了方便搭乘大眾運輸 都會購買俗稱的西瓜卡或PASMO卡 除了東京 在關西 九州和沖繩等地區都能使用 還能消費買東西 便利性就像台灣的悠遊卡 但西瓜卡所屬公司 卻在二號無預警宣布 8號起暫停販售部分西瓜卡和PASMO卡 因為卡片製造商無法採購到充足的晶片 也沒說明何時重新販售 過去包括日本鐵路JR 新幹線 地鐵 計程車和巴士 甚至大多數地方鐵路都能使用西瓜卡 可說是異卡在手 暢行無阻 但就算停賣即將赴日民眾也不必緊張 因為停售的西瓜卡 PASMO卡僅限於還沒實名登記的卡片 如果卡片有記名 遺失的話 還是想有補發服務 就算沒去過日本 也可以買這款外國人短期旅遊專用的紅色版西瓜卡 或開通電子西瓜卡完成綁定 另外像是iCOCACA還有持續販售 也能搭乘關係地區大部分交通工具 畢竟日本自由行鐵路不可或缺 根據統計外國人由日本愛用交通 鐵路舊站第一 巴士和自駕分別排第二和第三 計程車費用較高也緊追載後 哪種交通方式更適合還是得看個人取向 華視新聞時間先注重台北採訪報導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誓言